南投文字热点嘉年华记者会 在天籁古运泰古团带来震撼人心的精彩演出中 揭开序幕 见到许舒华亲自出席并宣布这好消息 包括议员林一如、张秀之、文化局长林荣森 多个地方人士都到场共襄盛举 一起为活动进行启动演示 我们日本有一个14岁的活动 可以说日本的南投市区 这个地方会非常努力 文化局特别举办的一个活动 叫做吴德市集 也就是取名于吴德店的谐音 希望透过不同的市集的活动 让所有的朋友感受到不同的文化 从下个礼拜开始到我们的今年的年底 我们县政府在文化局的吴德店 每个六日都会有活动 邀请所有的好朋友 每个周末都来体验不同的南投之美 徐县长表示 县佛办理一系列 吴德市集、假日主题市集 除了要唤起大家对南投县历史文化 支撑的热爱 将文化艺术融入日常生活之外 同时也要借此吸引人潮 助尽南投市区周遭商圈的共融 希望好朋友来到这里 分享到我们的文化以外 也可以走进我们的菜市里面 感受我们在地的文化 不管是美食 也是我们的世界有名的南投意味 相信大家可以有一个丰富的价值 希望把每一个主题的活动 可以办理得更加热闹 透过这些让自己的相亲朋友 更加的了解我们自己在南投县 南投县的一个文化历史的背景 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 这个来自于县外的朋友 也能够了解南投县各种不同的一个风貌 5月的市集活动加年华将于不同主题 安排多种手组DIY以及讲座 并邀请到街头艺人 在武德店前广场转世才华 包括音乐 气球 泡泡等表演 欢迎向新朋友前来寻宝体验 记者曾光佑 南投市采访报道